2024年6月11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点亮生活每一面 我是Jane 黄明慧 大家好 我是陈丽婷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道美食 叫辣死你妈 每个人都知道的 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 其实不是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被辣死了 事情就发生在美国 有一个14岁的少年 跟人家玩挑战吃辣的薯片 结果就这样 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疾病 没错 那殊不知这个辣椒 其实吃多了 或是吃错方式 也会危害到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跟专家 一起来聊一聊 关于辣椒的种种 先看今天的大主题 近年来无辣不欢的饮食文化 席卷全球 无论是辛辣调料 麻辣火锅 还是各种辣味零食 都是刺激味蕾美食 让人食指大动 辣椒素能促进新陈代谢 和增强食欲 但是过量摄入 则可能引发胃肠到不适 心率加快 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 近期就有一则新闻报道 因为美国少年在挑战 净辣薯片 结果不幸地导致心肺功能停止 因此尽管再爱吃辣 都要适可而止 以免酿成大祸 后悔莫及 究竟辣椒素对身体的 严重影响是什么呢 摄入过量真的会致命吗 辣椒应该如何使用才安全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学习如何享受美味 同时也能健康无忧 是的 马来西亚人 真的是无辣不欢 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辣 除了你我 对 我们是爱吃但吃不了 我是小朋友等级的 那个辣的程度 小朋友就是辣椒 他真的是除了会感觉 灼热会胃痛 好像我自己不吃辣的话 吃了之后就会飙汗 鼻涕也来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它真的是危害到我们生命 会致命 有这么严重吗 今天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 来探讨一下 对 有的就是中医师 蔡文飞医师 蔡医师你好 蔡医师你好 蔡医师我们都知道中医会把食物 根据它的什么性温性贫来分类 那辣椒属于哪一类 辣椒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心热的一个属性 心是心辣的心 心热 心热的属性它就有一个发散 发汗的一个功效 这好的还是坏的呢 这个功效 这个辣椒呢它除了是一种食物 它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嘛 它的药用价值就是用这个热性来温暖我们的身体 还有一个温中三寒 就是温暖脾胃的功效 再来可以适当地开胃 促进消化 还有一定程度地缓解身体疼痛的一个作用 可是为什么要怎么去拿捏那个多跟少呢 为什么那则新闻说那个青年他吃了那个超辣的薯片之后就导致他的丧失了生命呢 其实这个辣椒辣椒素的摄入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吃得对 吃得好 适量的吃 它会对我们身体造来一个正面的影响 就是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但是如果你吃得不对 你吃得过量 什么食物都一样嘛 你吃得过量 它就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以辣椒为例 我们知道什么芷天椒 什么红辣椒之类的 当他吃到我们的身体之后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他这个热性是怎么发挥的 他对我们身体的比如说哪一个器官会起一些作用反应 他其实不是讲说针对哪一个器官 他是会让我们的体质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体质 是 比如说你是一个热体质的人 你又很爱吃辣 你就是火上加火就更加容易上火 他就有一系列身体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有一些人说 吃辣会长痘痘 这就是一个上火的表现 它是上火的表现 但是其实辣椒它本身不会让你长痘痘 所以为什么会长痘痘呢 你本身是湿热体质的人 你的湿气比较大 你湿气然后你又有热气 再来你吃辣 你又吃麻辣 你又吃油高油高糖高脂 真正让你长痘痘的其实不只是辣 它是包括甜分的东西 所以你讲到体质嘛 现在我们就直接顺着下去说 到底什么体质的人比较适合吃辣呢 体质嘛 我们终于把人的体质分为九种体质 哇 九种体质 对 其中有两种体质是比较适合吃辣的 两种体质就是 谈食体质的人 谈食的意思就是身体的湿气过旺 这也有什么表现呢 身体状况 对 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口锅 然后呢 里面的水呢 就是身体的水分 下面有火 但是有些人的水分是过多的 过多呢 湿气过重 就会给我们身体到来 人会困困啊 头会重重啊 可能会有水肿啊 再来的话 可能女孩子的这个阴道分泌物会多一些啊 谈会多吗 谈就是看人家有时你吃辣 然后你在吃甜的东西 它更加优法就很多谈 甚至会有喉咙痒啊 磕瘦这样子的症状 那这种人吃辣的话 会让他散热散热就排到那个水 对 它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一个发散 发热的作用 从汗把这个湿气给带走 这是一种体质 另外一种体质可以吃辣的是 另外一种就是寒性体质的人 怕冷的人 尤其是脾胃虚寒 脾胃虚寒 手脚容易冰冷 手脚冰冷 然后有些人他吃了一点冷饮 或者是冰镇食物 他立刻就开始感觉胃隐隐作痛 然后他大便是不成型的 常常有腹泻 人的食欲不振啊 一直感觉疲惫啊 这个是比较寒体质的人 是可以适当地吃一点辣椒 那这些好像女生比较适合 对对对 这种体质的人他吃辣 他就好像收掉他的水分是吗 所以他上厕所可能 在这个食物的帮助之下 他不会那么水水的状态 它是振奋氧气 因为他的氧气不够 所以他才会冷嘛 可能我们讲说 就是吃辣让他热起来 对对 因为有心热的作用 然后同时散掉那些水分 对是这样子 可是医师啊 马来西亚是一个这么湿热的国家 他们像中国啊台湾 他们有四季嘛 那我们一年到头都是这么热 还适合吃辣吗 适当地吃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吃辣的时段也要分啊 是 什么早晚要分 早上能吃辣 晚上不能吃 基本上呢 因为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 胃不合则卧不安 好像很难理解 但是简单的理解就是 就是肠胃不好就睡不好 是 你消化不良会导致你睡眠不好 所以呢 你们透过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定是晚上甚至消夜 是不适合吃辣的 晚上不要吃辣吃辣吗 早午餐可以 对 早上空腹也不建议啦 中午呢 中午我们需要比较多的热量 能量 氧气 中午就比较适合吃辣 振奋我们身体的氧气 那么像刚才说 有一些 有两种体质人适合吃辣吗 那不适合吃辣的 就有七种 对 九种体质吗 对 有三到四种体质是不适合吃辣 刚才我们讲说 那个锅里面有些人的水过多 太多 但是有些人的水过少 这种人就是叫做阴虚体质的人 阴虚体质会怎么样 阴就是我们身体的水液 我们的血液 如果你阴虚体质的人 然后觉得口干舌燥 常常口渴 口渴了喝水也不解渴 这个阴虚的人 口气很重 对 有一点口气 然后再来的话 心烦失眠 便秘问题 这些就是阴虚的人 那就不可以再收水了 因为吃辣会收掉那个水 排掉那个汗 对 就像刚才讲的那个锅 我们正常人是温火 但是你的水又不够了 然后你又大火 就更容易少 或是有一些人又阴虚 但是又湿气重 会来 有的 确实是 因为确实我们人体质 是比较少 比较少的人是单一体质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两种体质 可能阴虚加湿热 可能气虚加血虚 甚至有些人是三种体质的人 那像这样子混合的体质 它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吃吗 这种人就要先去看综艺 又先调要去细细的调理 那像有一种体质叫湿热体质 那湿热体质的人 我们都知道好像常长痘痘 尤其青春期的少年 他们就更加不能吃辣 对 湿热体质除了爱长痘痘以外 会有口臭 口气 口苦 甚至常常反复生凹瑟 口腔溃疡 小便发黄 是错 或者是大便粘粘 这些湿热体质 Oh my god 所以他们叫小时浪都有重 对 还有哪些体质 湿热不行 刚才讲的那个应虚不行 对 再来是气虚 气不够的人 气不够的人就是 讲话有气没力 气短 容易喘 或者是脸色苍白 爱出虚汗 就不建议吃这么多辣椒 爱倒汗 更年期的女性也会这样 那个是倒汗 倒汗是应虚体质 那个属于应虚 也其实不适合 对 那像孕妇的话呢 所以特殊体质 孕妇 产妇 哺乳期妈妈 都是不建议吃 哺乳期妈妈是担心 她的奶汁会受影响变辣奶汁吗 因为哺乳期妈妈 因为她在哺乳的过程 如果吃很多辣椒 奶奶吃可能会变浓稠 容易造成乳腺盐 就是毒奶 可是坐月的时候 不是会吃一些姜酒 对 要暖吗 那种辣又不一样是不是 对 不一样 那不是辣椒的辣 对 因为姜酒 它是一个温暖的功效 它不会造成她身体过多的热气 但是也是要适量吃的 是 我坐月的时候我也没吃 我觉得我自己很容易上火 我连姜都少喝 确实不是所有产妇都适合去酱 都需要玩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安慰自己了 我没有做错 我也可以预备一讲完美的 只有我吃酱 那如果吃过度的辣会怎么样呢 会造成一些身体的腹反应 肯定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负担 有一些人会因为这样而腹泻 对 腹泻 腹痛 甚至胃经乱都有可能 再来可能会对心血管造成负担 会诱发或者加重痔疮的问题 再来是一些皮肤或者是呼吸道 这样子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喉咙疼痛 是不是因为本来可能自己已经热气了 又吃了辣椒 诱发它 变成喉咙有 更干燥 它会更干 更干的情况下的话 它就会诱发那个疼痛 不舒服 可受这些症状 所以一旦出现刚才那些症状 就该停止吃了这样子 对 及时要停止的 会不会有些人吃辣椒有过敏的现象呢 有 有 有 这个过敏其实也分轻和重 比较轻的过敏症状就是 有些人他一吃辣 他就会开始鼻子发痒 频密地流鼻水 打喷嚏 又或者是他皮肤可能会有一些 发红发肿烧痒的问题 这个是轻微的过敏症状 再来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就是 可能会恶心呕吐 腐泻 甚至是呼吸急促 这个是比较严重过敏症状 所以严重的话就要去看医生 就要立刻 轻度的就不需要 对 立刻停止吃辣 停止就可以了 质量的缓解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应该要立刻去纠正 那我们吃辣的时候 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有需要小心一下 就像我们一直讲的 一定是需要适当适量地吃 均衡饮食 可是每个人的那个适量的辣度 对啊 有一些真的可以吃很辣 有些很能忍啊 很能忍 忍就是不对 忍就是知道 你自己知道你已经吃过量了 但是你又想吃 比如说已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 越吃辣了 还是在吃那个也是 其实已经过量了 那个你就知道已经是过量了 所以过量真的会像那个青少年 美国那个14岁少年 这样诱发他的心脏疾病吗 从中医角度怎么看这种事 这个因为是 这位青少年他本身 就有这个先天性心脏问题 他就不能够承受这么辣的辣度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自己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 不怎么能吃辣的人 那你去一个地方旅行 比如你说你去中国四川成都 吃麻辣锅 突然间你吃这么辣 他一定是会有一些不反应的 量力而为吃辣的朋友 对对对对 那最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辣椒有没有什么食物是相克的 相克 其实中医来讲的话 适当地吃辣 包括其他的食物配合在一起 均衡的饮食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确实有一两位食物 比如讲说黄瓜 胡萝卜这些 它会影响到辣椒的营养价值 可能就不太适合搭配来吃 烹煮的方式会不会影响辣椒的营养 烹煮方式其实还没太大问题 只是我们要知道 你烹煮的时候 你除了辣 我们尽量不要高油 油高甜 或者是很咸中口味 三包那些 自己做辣椒酱 自己做 你可以适当地放那个糖 控制那个糖量 好 这非常感谢蔡医师 给我们脑补这么多辣椒的知识 谢谢您 谢谢您 那大家也千万不要太担心 因为新闻当中说的那个薯片已经停产了 水不怕买到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我就是辣椒 是怎么传播那种子出去的呢 动物鸟类 其实我感觉不怕辣 是吗 它们常常会吃辣椒 然后就可能撒到一些种子 竟然有不怕辣的动物 我觉得鸟类应该不怕辣 我们来看一下不怕辣的动物有哪一些 那稍后回来 我们会继续聊 关于辣椒的知识 不怕辣的动物 弯嘴朝东 弯嘴朝东是一种分布于墨西哥 大部分地区的鸟类 它使用破树的果实维生 而墨西哥奇特品辣椒 正好与破树的果实相同 因此也被它们当作食物 弯嘴朝东之所以可以吃下辣椒 并不是因为它不怕辣 而是鸟类对辣味的感知比较迟钝 也因为如此 让这种鸟类成为了辣椒的最佳传播者 通过吃下辣椒果实 然后排泄 将辣椒的种子带到各地生根发芽 树渠 树渠的外形类似老鼠和松鼠 是人类以外唯一爱吃辣的哺乳动物 它可以直接吃下很辣的红辣椒 而这跟它们的多年来的生活 有着很大的关系 住业菊是一种胡椒 从古至今就存在于树渠生活的地区 为了生存和扩大食物来源 树渠适应了这种植物中的辣椒素 导致它对辣椒素的敏感性非常小 慢慢地它们便养成了可以吃辣的基因 甚至还一代一代遗传下来 企鹅 企鹅是目前已知 唯一一种丧失了甜 苦 鲜 三种基本味觉的鸟类 研究发现企鹅缺少特定的味觉受体 因此无法品尝这些味道 只能够感受到酸和咸的味觉 进一步研究表明 低温会削弱这些味觉受体的功能 生长在南极的企鹅 即使拥有甜 苦 鲜的味觉受体 也无法尝出相应的味道 此外 作为不会飞的鸟类 企鹅对辣椒素的识别能力也很弱 即使吃到辣椒 也感觉不到辣 业主们 商机来了 让MyNews发掘您控制店铺或地段的潜在商机 MyNews正在招商 进一步扩展业务 我们密切关注您产业的未来发展 愿意与您一起和其他知名零售品牌合作 开拓无线商机 创造双赢局面 助您产业兴旺发展 更多详情 请即刻上网浏览 mynews.realestate at mynews.com.my 是的 各位业主们 如果你有任何控制的产业 好康来了 想不想和知名的零售品牌 比如说CEU Super Value和MyNews等等品牌 来合作共创双赢的可能呢 让MyNews为你的控制产业 增添无线的商机 马上来联系MyNews 通过以下的电邮 mynews.realestate at mynews.com.my 来获取更多好看的信息 是的 那我们要继续聊关于辣椒了 那刚才请了中医师来聊 现在我们马上就是有饮食治疗师 郑雪亭老师 郑老师 您好 应该叫郑医师是不是 郑老师 营养师 食疗师 好 食疗师 好 从营养的角度来分析 其实辣椒有很多种 大家看到我们桌上零零种种的辣椒 其实这里只是部分 我真的不知道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种辣椒 可以考一考 老师吗 真的有很多种 真的很多是不是 那这边是马来西亚人常见的辣椒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 是的 普遍上 这个我们不太认识 普遍上我们都只认识这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三种 这三种 对 吉利巴迪嘛 对不对 吉利巴迪是小辣椒 对 它应该是白搭 对 任何的 比如说果条 饭 喜欢吃辣的 就会想要这个 有时候做成那个蘸酱 肉骨茶 对 那红辣椒 更普遍 酿辣椒 酿豆腐的时候有用这一个 还有就是做鸡饭的时候 把它弄碎 打碎 加那个蒜头 是 青辣椒也是一样 还有它的红辣椒的朋友 这个是通常有时候会加糖去腌吧 变成 加醋 加面的时候是这种 对 是这种酸辣椒 是 这个好吃 而且感觉它腌了过后 就没那么辣 它的风味会不一样 因为加了醋 或者是加了其他的香料过后 所以它的味道就会改变一些 好的 那刚才我们说 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辣椒 陌生 好像玩具 因为它就长得很假 很大 这个辣椒其实我们叫做 Pamelo Chili Pamelo Pepper 是哪里产的 它也是墨西哥的一种辣椒 可是它是比较大 它跟我们的Bell Pepper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 甜椒是一样的 它也是属于甜椒的一种 是同样的 哪一个平常颜色 意思是说它不辣 它就是甜椒是完全不辣 但是它有一点微微辣 它的辣度是像辛辣还是麻辣 还是什么辣 甜辣 也是甜辣 甜辣 对 所以说这个是不辣的话 这个是有一点点很少许的辣 这个是婴儿 这个幼儿园的辣 等到了只添椒就变成大学的辣 像我们不吃辣的人应该只吃甜椒 天椒 或是完全不辣的 而且是爽脆 可是这个在哪一种食物会出现 我们可以用来炒 炒菜会用到 西餐吗 好像不常见 中餐 中餐也是会用 没有什么见过这个人在超市买 购买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看过 有 Aona或者是Gaya都会有 不要打广告 不是 普遍的超市都会有 调侃一下 待会可以超市姿地找一找 他们从营养的角度 还有一个还有款 对 这款其实我也很少见 这款我也有见过 叫做哈拉比诺 很多人会念成加拉比诺 因为它是J 它也是墨西哥产的 对 可是它就是比较小 它的样子 其实它有一些是比较长形的 它就跟这个 我们的青辣椒样子比较像 哪个比较辣 这个比较辣 青辣椒比较辣 这样子看来好像圆圆的 不比尖尖的辣是不是 你形状有影响辣度吗 老师 有一点点 可是因为每个人的耐辣程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子来判断 OK 好 但其实这个辣椒 从营养的角度来谈 它是有什么好的营养在里头呢 有啊 辣椒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C A B6 然后还有一些矿物质 比如说钾 铁 铭 还有盖子 但是因为辣椒它的 尺寸很小 所以我们吃也不多 除非是讲Bell pepper这样大大个的 所以如果我们吃小小的辣椒 我们从辣椒里面摄取到的营养也不多 像这个Bell pepper 它不同颜色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营养素在里面 是的 如果是红色的Bell pepper呢 它就有比较多的辣椒红素 那黄色的呢就是紫黄素 青色的呢就有叶黄素 所以不一样的呢 不一样颜色的辣椒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抗氧化剂 代表辣椒可以抗自由基 抗氧化剂 对的 是的 所以有养颜的功能 可以 可是为什么吃它会长痘 因为那个是烹饪的方式 不是辣椒本身的问题 不是它的错 对 而是我们烹饪的问题方式 所以辣椒其实也能瘦身 可以 对 那有一些 现在有一些那些商家 他都会用辣椒素来当作瘦身产品来推出 可是它瘦身的那原理是因为排了水分吗 因为辣椒素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 让我们更加的容易刺激那个分泌消化液 然后让我们更加的容易有饱腹感跟减少食欲 它不是会提高我们食欲吗 因为吃辣椒的时候觉得很开胃 我会想要吃更多其他的东西 不会 那是什么错觉 可能有富裕没觉得很辣 所以赶紧现在吃别的东西来切掉 好好 那所以说其实辣椒 如果通过它来补充营养 是微乎其味的 它主要还是调味的一个作用 对 那如果从辣度来分辨的话 这几款的辣椒要怎么排列那个辣度呢 来 我们来排一排 我只懂这个最不辣的 最不辣 我刚刚揭晓了一二是这个 来 我们换一下 第三应该是它 这个应该是这个 对吧 第四应该是它 我们排 我们自己排它可以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吧 这样啊 红辣椒感觉比辣 我感觉清辣椒比较辣 我感觉红辣椒比较辣 对的 红辣椒比较辣 可是它们红辣椒是熟了的清辣椒 熟了不是比较不辣吗 熟了的辣椒它的辣椒数会比较高 等一下 它们两个本来是同一个东西 对 它全熟它会从这么绿变这么红 对 所以这个是还没熟的时候就摘下来 对 我想要变红辣椒就先不摘 那这个小辣椒怎么回事呢 它是不同品种吗 还是是它小朋友的状态 是不同品种 所以小辣椒是不会红 有啊 有有 有看过有红色 因为它是不同品种啊 它不会变 这个辣椒不会变成这么大 那它会变成红色的小辣椒吗 对 会 也会 所以红色的小辣椒更最辣 对 会更辣 因为我平时吃的就是红色的小辣椒 你这个为什么不吃辣椒 你跑去吃那一款 因为它商家只配给我那一款 我没得选 所以就是越成熟的辣椒就越辣就对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辣度的不同呢 是不是因为它的那个结构不一样 那我们辣度它是有一个 那个单位可以来测量 测量的 那个单位我们叫做斯高维尔单位 Scovel Heat Unit SHU 我从我记SHE来记的 那个E换成E 就是最高辣度 根据测试是可以去到 多几十万几百万个单位是吗 对 辣椒素最高纯的 可以到达16个Million的SHU Million啊 16个是1600万 对 等一下那个新闻老师有看到吗 讲美国少年吃那个辣薯片 他是吃到那种辣椒吗 对 那个薯片里面含有这种辣椒 因为这个最高的辣椒素 是叫做卡罗莱纳石森辣椒 那一个最高是到达2.2Million的辣度 这个是全世界现在最高的辣度 我现在突然理解辣度 我刚才老师说的那个 不可以从外观看的 我有看过那个照片哦 它类似这一个 对 有 本地也是有一些商场 它也是有卖这样子的另外一种辣椒 它叫做Habanero 它也是跟这个甜椒很相似 因为它小个一些 然后还比较多皱褶 可是它是很辣的辣椒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死神辣椒 它就是类似这样 但是它的尾巴好像比较尖一点 而且皱褶比较多 那我要小心 要放这种给我的后买 就惨了 对不对 那那种辣椒 因为它就是一小片 就会达到很高的那个单位 辣的单位 可是因为我们测量那个单位 我们是用看一勺的辣椒 然后再加上多少勺的糖水来中和 那如果我们需要加的糖水越多的话 这个辣椒 对 越辣 那比如说可能这个是零SHU嘛 那可能这个是一百到两百SHU 所以就是用两百勺的糖水 来中和一勺的这个辣椒 辣度 好 所以我们的止天椒 这个吉利巴蒂 其实它是多少的单位 它辣度 一百千到两百五十千之间的SHU 就十万了 那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指标是说 我们一天这种这么辣的小辣椒 只能吃多少的量 才不伤害身体 目前没有 只是我们要看自己的 抗氧度是多少 很耐受性 对 因为每个人都少 所以辣椒其实除了它的辣椒素 维生素C 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营养 它还有 就是它有抗氧化剂 所以辣椒素 维生素C 维生素A 铁 像你刚才说的那些 对 可是如果是这么辣的东西 就像我们这种不能吃辣的人 我们就会拼命喝冰水 你知道吗 来缓解那个辣和疼痛感 其实这样做是有效的吗 其实辣 辣椒素并不溶于水 但是它是溶于油脂 所以如果你吃辣的时候 你喝很多冰水的话 可能没有帮助 还会加重那个辣 辣的感觉 所以不管是喝冰水 温水其实都作用不大 对对对 那应该怎么做呢 吃白饭可以吗 吃白饭可以 白饭里面有淀粉 淀粉里面 它虽然不像油脂酱 可以综合 可以溶解那个辣椒素 但是它可以把辣椒素 带到淀粉里面 它可以吸附在那个米饭上 那所以如果那个辣椒素 是在我们的口腔喉咙这边 它就会把它带走 所以我们就没有感觉这么辣 那如果从淀粉来看 就是马铃薯 马铃薯 米饭 面包都可以 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柠檬和橙 为什么可以解辣 橙是可以啊 对 酸可以 但是不要太酸 太酸的话 因为我们在吃辣 它会加重 所以微微酸 这样子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当 就是可以order 饮料 橙汁 对 橙汁或者是 蜜蜜蜜 对 来喝 难怪有一些火锅店 据说有配这些饮料 酸梅汁那些也可以 是吗 酸梅汤 也算 就是微微的可以 那冷跟热要怎么选择 它都不会 不所谓 不影响 对 只是热会更加的 有刺痛感 对 刺痛感 冷的话可能会麻痹 麻痹一下子 可能就是那一瞬间 你觉得舒缓了 可是它还是会在的 舒缓是因为麻痹 对 它还是在的 所以解辣的方式 你看 乳制品也可以 牛奶 酸奶 起司 和冰淇淋 刚才讲的油脂 原来吃花生酱也可以 那就是辣的时候 再配那个花生酱面包 又有淀粉在顺便包带走 又有花生酱这些 像我们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 有一些配料 你们自己选那个调料 有一些是麻酱的成分 对 那可以解辣是不是 可以 就是很像含有油脂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的 生姜汁或者是 皮纳乳酱都可以 因为它们含有油脂 刚才我们讲的油脂可以 分解掉那个辣味 那要喝一瓶的油吗 那很多人也会问 这样喝油可以吗 那我们不建议喝油 不过我们可以把橄榄油 放在沙拉上面 这样吃那个沙拉一起进去 这样开心 那为什么有一些辣椒油 就特别辣呢 还是这么辣呢 因为那个辣椒油 是用来炒出来的 就是辣椒油本身就是辣的 可是如果要综合现在的 就是本来很辣感 对 的话呢 可以就用来舒缓 就是不要有辣椒的成分了 那最后请营养师跟我们讲一下 施料师 怎么样健康吃辣 那吃辣 很多马来西人都很喜欢吃辣 尤其是有桑巴的 那因为桑巴里面 它含有很多的油脂 然后含有大量的辣椒 或者是其他的香料 加米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不是很建议 尝试 那如果要的话呢 可以用来做marinate marinate就是用 对 用辣椒粉 来marinate我们的鱼 或者是鸡肉 然后用来烤 用来air fry bake grill 这种方式来煮 就尽量选最天然 不加任何的调味 就是不加任何糖 盐的那些辣椒比较好 对 那如果要健康的吃辣 我们也可以在吃辣的时候 搭配一些 好像鱼 鸡肉 这些含有比较 优质的蛋白质 跟优质的脂肪的食物 一起吃 这样还可以综合掉 我们胃里面的辣味 不适感 对 因为有些人吃多了 那个肠胃会不舒服 吃这些优质蛋白质 就特别的可以 综合掉那感觉 是的 今天又学到了 非常感谢雪婷分享 谢谢 谢谢师庄师 是的 那除了男女 动物跟人类 对于辣的这个程度的分别之外 国家也有不一样 有一些国家 它是比较能够吃辣的 我们来看一下 爱吃辣的国家 墨西哥 墨西哥是辣椒的原产地之一 这里拥有超过上百种的辣椒品种 包括了红辣椒 青辣椒 黄辣椒和紫辣椒等等 在墨西哥的饮食文化当中 无论是腌肉 煲汤 烧烤 沙拉 糖果还是饮品 都会加入辣椒来增添风味 正宗的墨西哥菜都会以辣椒和番茄 作为主要材料 而且菜肴当中有超过九成的酱汁 都是用辣椒和番茄调制而成 作为辣椒生产大国 墨西哥的辣椒栽培体系至今 依然是最完整的 菲律宾 在菲律宾 辣椒是基本的调味品 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辣椒 烹饪过程当中 菲律宾员会加入辣椒 糖 香醋和番茄 制作出香辣美食 菲律宾员对辣椒的热爱 延伸到各种节气活动 他们甚至还会定期举办辣椒盛典 吸引辣椒爱好者齐聚一堂 品尝各种辣椒和辣味零食 此外 吃辣比赛也是盛典的一大亮点 参赛者一起比赛吃辣 然后选出最能吃辣的人 中国 中国是全球辣椒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各地区都有独特的辣椒风味 比如 湖南以香辣著称 四川以麻辣闻名 而贵州的辣子鸡更是美味诱人 除了丰富的辣椒菜肴 中国的辣椒品种也非常多 常见的包括 线辣椒 云南小米椒 朝天椒 灯笼椒 甜椒 海椒和青椒等等 欢迎回来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很爱吃辣 但是耐受不了 吃了之后 有时候会肠胃不舒服的话 今天有这个综艺师 来给我们解药 算解药吗 好 问一下吴医师 欢迎吴宇瑞医师 是 大家好 好 所以今天因为我们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脾胃 我们就来弄一个 这个保健的一个药膳汤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代人他们的生活都比较紧张 然后工作压力大 然后三餐可能有时候都在外 对 然后也不定时 不定时 对 所以有些人可能还要吃很辣什么 重口味 对对对 大吃大喝的 所以就影响到他们的脾胃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一般的话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嘛 我们的肠胃 它是每天都要用的 而且消化吸收功能 营养啊 怎么样都是从我们的肠胃里面 去吸收的 然后而且我们的这个中医也讲啊 就是说我们的脾胃 有后天之本 是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我们的气血 都是从我们的脾胃里面打的 所以健康要从养脾胃开始 对 所以如果脾胃不好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 就是没有无精打采 没有体力 没有活力嘛 然后呢 可能他影响到他的睡眠 因为我们中医也有讲到 就是说脾胃不合 然后呢 它就会影响到睡眠的问题 好 那怎么一个吃法 才能补胃补皮呢 对 所以今天我们设计的这一套 就是说我们是强劲脾胃的一个药膳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黄芪 黄芪是除了固表以外 它还有补气的作用 然后对于这种食欲不良的人 他就可以提升他的食欲 好 黄芪必备的 对 然后这个是新鲜的山药 就是我们菜市场买到的 对 山药 那我们有分嘛 就是说一种是大大汁的那种山药 它是比较脆 比较脆 那个用来熬汤的 对 熬汤的 那就是我们这个是铁棍山药 它是细细瘦瘦的 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产地不一样 然后它的口感 它是比较粉 比较糯 对 比较粉 比较容易入口 对 最主要是它能够强健我们的脾胃功能 对 好的 所以当作是一个食材来吃是非常好的 好的 再来 我们的强健我们的脾胃是非常好的 好的 对 白竹 对 白竹的话就是它液气 然后对健脾胃这方面也是非常好 对 是 就是造湿 就把我们的湿气去湿 那因为我们肠胃可能有些比较弱的时候 它可能会拉肚子 对 对 就是水分多嘛 对 黏黏稠稠的排泄物 对 对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去造湿 就把它湿气去掉 好的 对 然后芙苓 芙苓的话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健脾胃之外 它会有安眠的作用 对 对 所以可能肠胃不好 睡会不好的 我们就要加点芙苓下去 它就可能会睡眠好 然后脾胃也好 然后它是肾湿 所以对于这种肚子蟹有一定的帮助 好 对 那我们这里也有加一点这个 红枣 红枣就是补健脾胃的 然后补补气 红枣市面上很多种 通常医师会选哪一种 一般的话就是一般就是新姜的这种 对 就是都可以 口味特别好是吗 对 特别甜 甜 它是属于沙漠地带种出来的 好的 那生姜的话就是可以植藕 去脏气这样 是 然后这边这个是 是盐巴 盐巴 我们最后的时候再做一个调味 好 调一点味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鸡肉 对 我们就用鸡肉 优质的蛋白质 对 对 对 来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肉来代替都可以的 比如说 对 对 你喜欢吃什么肉都可以 排骨 瘦肉 对 切切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把所有药材 倒进去 不分次序 对 对 对 可以的 好 然后就让它去熬煮 熬煮 熬煮多久啊 熬煮大概 20分钟 对 不是 就是说我们把它煮滚了之后 我们再给它熬个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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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小火 就小火 小火 好 一个小时 小火去慢慢地去煮 好 得了 然后全家都可以去用 是 这一道 这道算药膳吗 它算 算是一个蛮清淡的药膳 清淡的药膳 对 然后也是一个食 就是当作食物嘛 是 山药啊 薏仁啊都可以吃 它可以配饭吃吗 美味吗 就是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它里面有这些食材嘛 好的 对啊 好 那那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红枣啊 也可以直接吃吧 是 那意米的挑选 有没有什么学问 因为有些意米比较硬 有些意米比较软 对 所以意米比较硬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泡水 泡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让它就是充满水分之后 就会比较容易煮 好 那就这样子 等它滚了 大概再煮个一小时用小火啦 熬它 那你就可以端上桌来喝了 马上来重温今天的食谱吧 再舀一下 就行 这种食谱 这种食谱 还有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博士 吴宇瑞医师给我们准备的 山药健脾汤 对吴医师来说 它就是很清淡的 好像适合大家都来享用的一道食品 对 一般的话 不论是老人 小孩或是 孕妇可以 孕妇也可以吃一点 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外面 比较忙嘛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 肠胃的问题的人 基本上脾胃比较虚弱的 常常会拉肚子 这些人都可以试用 那它有分什么 早上喝还是晚上喝比较好 基本上就是说 你当作是一个汤饮嘛 你觉得晚上比较 时间多一点 你就炖这个汤饮来喝嘛 因为可能大家出门在外 就白天可能比较不方便 就对 晚上可以当作一个汤饮 那吴医师我常有一个疑问 因为讲到中医药 有时候有些人担心 是要三分毒嘛 那小孩子应该几岁开始可以接触这些中医药材类的食品 基本上如果说我们是健脾胃的小朋友 基本上三四岁 他的肠胃功能 限前一点点的时候都可以去试 都可以去喝 因为你刚刚讲是要三分毒 就是我们的中医其实没有太大的太多的副作用 太多的副作用是说 你如果是用错的药性 比如说你现在是火热很热很痛 那个嘴巴破喉咙痛啊 你再用比较热的 那个就是它的副作用而已 所以你只要认清那个药性 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毒性 好的 非常感谢吴宇瑞医师给我们分享这道山药健脾汤 谢谢您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有中瑟会跟我们来分享 用辣椒来自制一些杀虫剂 怎么做呢 稍后见 是的 欢迎回到来火力加油站 今天聊到辣椒 辣椒有很多的好处 维生素C 抗氧化 种种的维生素在里面 除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之外 其实辣椒也有别的用途 那今天我们安心生活法就有请到我们的食品 食品科学家钟正宏老师 钟神来到我们的现场 教我们做这一个自制的杀虫剂 钟神 所以今天这个自制杀虫剂 是用辣椒来做的 它是无害的 对吗 是 是 就是它可以说是我们使用 就是平常我们在家里可以 找到的一些食材来用 包括小苏打粉也是食材的一种 对 添加在红培上面这样 是 而且小苏打粉它的作用是 大家都很清楚嘛 就是它的清洁力很高 是 是 那辣椒的部分呢 是 那辣椒的部分呢 就是其实我们必须要选择的 就是已经红透的 就是熟透的辣椒 因为像刚才所说的嘛 熟透的辣椒里面的辣椒素材是最多的 所以还要用这个纸添椒 对 红色的纸添椒 最辣的来做 对 必须要用最辣 就是你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最辣的辣椒 才能够有效 要不然你像那种奔笼椒的话 如果找到那个什么世界上最辣 那个死神辣椒 就一几磅了最超级的这个杀虫剂了 是 是 是 好 今天我们做的这款杀虫剂是什么用途 那主要就是辣椒的话 它可以针对一些芽葱 还有一些病菌 就是去除掉 然后小苏打粉的话 它就针对一些 也是好像碳基菌 还有一些就是虫子 也是有它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添加少许的 可以自然这样解的 就是我们的洗碗液 这样子又可以加强它 针对一些昆虫 比如说瓢虫的那个杀 什么昆虫都可以吗 像壁虎啊 蟑螂那些 也不是啦 就是一般会在蔬果类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菜啊 等等这种的 主要是可以用来 小虫子啦 哦 明白明白 那可以用来清洗蔬菜吗 不能 不能 对 因为它有清洁剂 是 有一些现在可降解的清洁剂 它可以啦 但是你清洗蔬菜的话 你用这个辣椒 它会改变那个味道是不是 然后小苏打粉呢 就是因为它是弱碱性的嘛 所以它对这个房子一些病菌 也是有一定的效果在那边 OK 那我们准备了这些材料之后 我们需要怎么做 是 那我们首先呢 就是选择大概一小把的这个 这个紫天椒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 西数的就减入我们的这个锅中 就是把一锅水啦 它水的比例呢大概是 它的重量的10倍到20倍左右 哦 这样子 不过一般我们收干到大概是 以这样子一把的分量来说呢 装一瓶那个喷雾剂呢是OK的 哦 所以用这个喷雾剂来测量 那个水也是可以 对 大概是一瓶左右 好 这样我们就 细数把它 这边应该大概有 剪下去 十几条 对 辣椒 一定要剪碎是不是 那个辣才会出来 剪碎或者是你其实把它 有搅拌机的话把它 搅碎也是OK的 然后呢我们就要让它 煮滚大概10分钟左右 煮滚了10分钟 它的那个辣椒素 还不完全是 会释放出来 我们还要让它摊凉 大概是20分钟到隔夜都不要紧 就是让它净致 凉透 这样让它充分地把里面的 那个辣椒素呢 就给释放出来了 还可以再浸泡久一点 那个味道更出来一点 对 浸泡久一点都OK的 好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把所有的辣椒 那个辣椒其实不需要 经过处理是不是 反正它就是要 做成杀虫剂 不需要洗也OK的 只是确保它完整 然后OK就OK 就像你买到没有这么美的 也OK 也OK 那大家只要不要发霉 因为没有腐烂的话就OK啦 是 来 就吸收 哇 真的辣 是 它会有点呛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把盖子盖上 然后给它煮滚 大概10到20分钟左右 用中小火就可以了 OK 好的 就大概这样子 其实也蛮享受的这个过程 是 剪碎它 然后会让它碰煮 就这样给它煮 就开到给它滚 好 我们 这现场已经有换成品了 是 已经事先煮好的 这个很像果汁的一杯 对 有点像那枸杞汁 是 像枸杞汁 是 它其实是辣椒水 就是制成后已经放凉的辣椒水 那我们就把它过晒 主要是把辣椒还有种子就给隔开 是 然后那个辣椒就没有用了是不是 对 就不需要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装 直接装空瓶 或者是我们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小苏打粉 小苏打粉大概5克就是一小茶匙 一小茶匙 用汤匙就拌汤匙 然后那个 清洁剂 清洁剂的分量也是一样 对 清洁剂的分量也是一样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过后我们再把它装平 像这个杀虫剂它其实算耐放的时候也没有说它会坏 其实就是你要先就是要使用的时候才调好 它会不会效果减弱 效果不会减弱 但是因为我们使用的都是好像新鲜的食材嘛 所以它放久了它会变瘦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倒入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葱萍里面这样子 好 我们慢慢倒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今天做这个自制杀虫剂所需要的一些材料跟步骤 以为太热来的 大家可以做起来的自制杀虫剂 就是这样子装在这个喷雾里面 喷喷就可以了 就喷在叶子的正面还有背面 如果你看到有明显的虫子的话 你可以直接往虫子的身上喷 这个如果人像刚才那个腹吹到我们 弄到我们的皮肤会伤吗 皮肤它还OK不会的 就是把清洗掉它就可以 当然喷到眼睛的话它就很辣的 就有点像那防蓝喷雾这样子 它可以防蚂蚁吗 其实它对若是不建议来防蚂蚁 就是你喷在蔬菜还有一些植物的话还OK 但是就防不到 就是你在家喷的话 它其实会留下痕迹的 就防不到蚂蚁 因为你小树它很干了之后它会 所以我们喷了之后一段时间我们要骂掉 不需要 也不需要 就让它在那边 因为你喷在树叶上嘛OK的 好啦 所以非常感谢钟神教我们自制杀虫剂啦 谢谢你 好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时候呢 我们先来连线 哇 活力好购物的 Emerson还有我们Lisa看看他们今天会介绍什么好康 哈啰 谢谢 谢谢我们的盟会 那当然我想说 为什么要自制这个杀虫剂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人已经是每个周末都要出门去游玩一下 对不对 尤其是如果你去露营 或者是你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如果又带着小朋友的时候 那你就需要杀虫剂 那当然另外一个你需要的就是什么呢 折叠的这一个床垫 所以今天呢 在我们的哇火力好购物啊 带给大家的 就是Diocati的这一个三折的一个便携床垫 没错 这个便携床垫呢 不管是在室外也好啦 户内也好啦 都可以用得上 甚至讲说今天可能有朋友啦 要来你家过夜啦 聊一聊心事啦 或者讲说你亲朋戚友来到你家过夜的话呢 都可以用上这样子一个三叠的一个床垫 厚度有在 柔软度跟支撑度都有在 而且价钱非常的划算 是的 199令吉 把呢 这样子的一个折叠床垫给带回去 又稳固啦 而且呢 又好躺又好睡 就有一点仿佛呢 直升于自己家里面的那种感觉 所以待会三点钟呢 哇火力好购物呢 就一定要留手 把呢 更多的这个床垫给带回去 旅游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的烦恼了 现在把时间呢 交回去给我们的火力加油站 谢谢Emerson和Melissa的好介绍 那明天呢 我们会讲的主题呢 就是关于眼药水 大家知不知道 滴眼药水呢 也是有分时段滴的 如果你在睡前滴的话 可能会伤到你的眼睛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也可以传简讯进来 若想重温 也可以上网搜寻火力加油站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